今天去带大家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两天莫名其妙的就掉进了一个坑 就好像本打算去学摄影 结果变成了器材发烧友 意思差不多吧 前两天重新看了一遍深夜食堂的那个电影 突然间就想做日料了 然后通过这个原因呢 就开始网上搜 关于做日料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就先看了眼厨具 刀啊 案板啊 锅啊 一大堆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开始看刀的东西 咱们那个中国饮食文化 不管是巴的菜系啊 还是各种小吃啊 博大精深我觉得全世界都比不了 这是一定 但是人家国家根据自己的风土人情 也会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吧 去了几回日本 对他们的饮食也谈不到文化吧 还是比较喜欢它的口味吧 所以就相对的关注一些 也不是说日料没饮食文化 跟咱们比 它不能说什么博大精深 因为它也是超的全世界的 但是人家确实也是有文化的 具体分的大类就两大类嘛 和餐跟洋餐 和餐就是日本本土的餐饮 洋餐就是周围的这些欧洲美国啊 这些西方人素的餐 像拉面啊 就算是中华料理嘛 然后像咖喱饭这种 从印度过去的这种 类似这种引进的菜系啊 就叫洋餐 白食啊之类的 就算是合餐 因为我刚 算是你们看到视频 可能也就48小时吧 所以也就知道这么一个皮毛啊 因为最开始我以为它是 因为最开始我以为日料是分 怀食 然后关东关西 然后就跟地狱分的嘛 因为咱们不也是卤菜川菜 什么这种粤菜的菜系 结果还不是那么回事 昨天还是前天 刚百度完才知道的这些知识点 像槐食料理或者说寿司这些 做工比较精美的 他们比较讲究的是摆盘 然后刀工 然后分歇啊什么这些 所以在刀上面就比较讲究 是特别讲究 除刀系的阵营里呢 基本分得日两大戏吧 咱们家里使这些菜刀 江南十八子啊 王麻在这个 基本不列在其内 因为咱们这些都是流水线出来的 加工厂吧 再好的钢 可能跟日本德国使的同样的钢材 但是热加工 热处理不好 基本也跟废的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一把好的除刀 几千啊过万啊很正常呢 也就这么来的 有很多都是老爷子 一锤子一锤子凿出来的 中华刀 就是咱们那个家里大板刀 西餐煮猪刀 就是你看风味里 它切菜的那种刀 岛国嘛 海鲜比较多 拆鱼 环节比较多 鱼的部位也比较多 所以拆鱼的刀 叫出刃 叫蟹鱼嘛 然后日本传统的那种刀 叫三德刀 还有牛刀 切生云片 寿司那种 柳刃 好多好多种 太多了 我这实在是接触时间太短 所以就是个皮毛 我为什么说叫坑里的呢 本来想的是学习做饭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成了这个弄刀了 然后越看就 越nice 然后越看劲儿就身越凉 然后就可以转回咱们的正题了 所以呢 现在我要去看的就是一把传说集玩就玩到头的刀 初认 其实要是把牛刀就好了 但是要是牛刀可能会更贵 即使你有关系 现在定交定金 想拿到这把刀也是两年以后 虽然只了解了这24小时左右啊 加了一些群 看了一些文章什么的 好多人都说了自己认知的那把玩到头了的刀 这些了解初刀的80%都是经营它的 所以呢 这个不乏大家的开始的那些初中都有一些变化 但是这把刀这个品牌 在这些人里都是公认的炒作品牌 但是这些人里只有一个人有这把刀 就是一提可能 卧槽这牛逼 这这一刀就是这个意思 你跟着就是啊 吵起来的也没有那么牛逼 让人很费解 新建设这小兄弟 他是有这把刀 他也自己做刀 人家也是厨子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因为跟我的初中是一样的 只有你使刀 刀才有价值嘛 说的这些建议肯定是最具有参考价值的 人家又有这刀 就说这刀就那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也就那样了呗 就是刀最主要的是屎 但是除刀分 它有那种好的工艺的 则是为了收藏的艺术品 那就单说了 那跟我也没关系 今天也来看一看 这把被炒到五位数的刀 到底是个什么呀 因为官方肯定是订不到 但是有价钱参考 官方才八万多日元 一个是因为确实是纯手工之作 我老爷子初代木吧 初代活友 人家已经不打了 剩下就俩儿子跟着打 是个老匠人 但是 分人吧 还是因为自己穷 应该是到了 我跟他联系一下 GoPro拍也就是那样 给大家拍拍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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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 好 k 好 好 所以摸了 没想看着的也看着了 该冲动的也没冲动 差点冲动了 所以知道自己有这毛病 反正这样就完了 还是那句话 刀只用最重要 什么品相啊 盘啊 盘刀你听过没有啊 恰恰恰恰 盘的一身都是血还不 预算有呢 或者说不差钱呢 就不要让贫穷 限制住了你的欲望 你要是说你使呢 我觉得还是得深入的了解 研究一下 因为种类太多了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 主要用它来切什么 你才能选斗 对吧 像我这种鱼都基本不碰的主 买把初刃麻屎 谢自己是 买把柳刃麻屎 骗自己是 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多研究吧 谁也帮不了你 你就是亲哥们说的 就跟买相机一样 这个多少人问我买什么相机 最后不还是蛮自己喜欢的吗 就感觉一次次被侮辱 以后得出一期 新手如何买相机 再问直接发点捏的这种 省得被侮辱 拿着GoPro也没拿个相机 想拍点细节吧 也看不珍重 使手机拍了点 那光线也就那样 增加了一个 不是爱好的爱好 但是知道前方坑多路远 等知识储备量多了高了 知道自己想要门的时候再说呗 明日一早就得走 再回来就三月底见了 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